很多航空公司 都会用积分换机票来吸引顾客 不过积分换机票 是否百分百上到机 朱先生在今年一月份 帮小孩用积分兑换了一张 八月份由香港飞往英国的机票 怎料网上check-in才没得坐 当我准备上网上做check-in动作时 发现没了我儿子的机票 我和太太就很紧张 立即打去热线问什么情况 他们的热线同事帮我查个记录 就说根据他们的电脑记录 就在5月31日 有人打去马尼拉那边英文Hot Line 就说一个叫Mr.Hein的人取消了 我就质疑他们的公司 为何这个人不是我订阅的本人 或者是乘客的身份打来 你可以做取消这个动作呢 为什么357的人都可以打电话去取消 不需要认证吗 出发前才出问题 难道要自己银河包买到机票吗 他就是这样回复我们 菲律宾Hot Line那边的同事收到个电话 电脑记录确实是当中的电话 那个人是对到我四样的个人资料 而就可以决定做这个取消设计的动作 但是你取消了那一刻 你们不是会有一个确认的电邮 送给我通知 说我多谢你这次选成 帮不了你 欢迎你下次再选成各样东西 取消了这次的机票 也没有 在10号那晚的广州同事听电话的 就是说他们会发一个 约束的电邮去玛丽拉那边 就等他调查 但是要等他时 他时间一路到手 我都要有 有没有Copan B 到时说你们没错 那是否我迫着要付两万元 去买这张e-coin机票呢 朱先生和儿子心急如焚 只好再用积分兑换多两张机票 手忙脚乱之下 不小心填错了资料 幸好最后职员 帮手确定13号可以起飞 但原先那张机票又怎么处理 我们就此次致电航空公司查询 如果按照我们的流程 他的会员号码 他会员当时登记的联络电话 会员当时登记的电邮 这些信息是必须提供到的 还有他有没有绑定过 兑换名单 有没有绑定过成员 这四个点 如果能核对的 我们都证明到是会员的资料 我们就可以提供到 这个会员上的信息去作用服务 因为这些资料 正常人是不会拿到他的资料 如果这些资料 他都可以提供到的 我们是承机人本人 致电上来 或者他授权了 上来给到我们这篇 我们就会 去操作机票上的资讯 如果直接操作了退票之后 是不会去额外的一个 电邮去告知 是他自行留意的 就不会特别去评论 我觉得这麽大间公司 我们香港这麽引以为荣的航行公司 原来这麽仪欺的 取消的话 你是不是可以做多一点 打回去原本的 组织的主持人 或者机票的乘客 去确认这件事 是否真的要他取消呢 那你要保障那个权益的 我们能不能寻找这个 或许具sur的